大家好,台灣智慧服務公司為大家示範我們的智慧捲門控制盒、外接盒的這個服務 那這個是我們的APP,我現在是在4G的狀態之下 現在先為各位示範一個遠端開門的動作 現在指令送上去,它馬上就收到了 那我們的這個架構呢,基本上在APP連上我們的雲端 指令送上雲端以後,然後在下面到我們的這個控制盒 那這個控制盒目前是透過Wi-Fi連上家裡的網路 你可以看到這個推播進來了 所以你的這個推播的指令,那事實上你在外面家裡的節目打開的話 也有收到這個推播 那我們是從這個基板上取12V的電到我們的這個外接盒 然後這外接盒的GPIO再連到智慧捲門控制盒 這邊的這個外接的POR,那我們就可以實現這樣的一個遠端的一個控制 那我把這個推播關掉 好,那我們現在再來示範一個這個關門的動作 好,那這個指令呢,就是這樣就下來 那我們的APP,將來也會把這個捲門的位置 現在是開還是關門會顯示在這個APP上面 那讓大家從外面就可以遠端來知道自己捲門的這個開啟的狀態 還可以做這個開關的動作 謝謝 好,大家好,我現在回到了新竹我們的辦公室 剛剛窗外的景色是科學園區管理局 那我現在在我的辦公室這邊 現在的時間是10月5號,星期一早上9點39分12秒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是不是可以用我們的手機APP來開啟在台南的這個捲門 那台南捲門現在時間跟我們是同步的 那我現在做一個開門的動作 那這是一個遠端開門命令的一個示範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畫面另外一側呢,捲門已經開始在動作了 那這是一個遠端開門的一個指令 謝謝 現在台南9點48分32秒 我現在手動去把捲門關下來 OK,捲門關閉 這個時候在新竹辦公室這邊,我的手機因為有被分享捲門的控制圈 所以我這邊就收到智慧捲門關門的這樣的一個推波 所以就是代表在台南那邊的關門動作 我們在新竹遠端這邊其實我們是會收到推波訊息 是會知道的 在不同的地方